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李无极曾建立的第一世家李家 如今却成了笑话 也都是曾经的事了 十万年来 李家一代不如一代 纵然这一代李晨天赋不错 但也难买同一世 尘儿 不必等了 陈清武不会来了 陈家 此事我李家记下了 来了 算他陈家识相 什么 父亲 先帝世家 勾结玉外天魔 杀无赦 李家之人 一个都不要放过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三仙门 六圣帝 十二宗的人 你们想干什么 杀 从先帝世家后 战律品贵各门派所有 许大艳啊 先帝世家存在得够久了 可恶 这些人要联合起来 瓜分我先帝世家 李家子弟听令 御敌 开启大阵 变化整个李家 什么 你们 你们可都是李家的亲族啊 家主 别怪我们 这是大势所趋啊 唯一的先帝世家存在太多年了 如今天路开启 成仙机缘再现 该改朝换代了 走了 哥哥 我怕 可恶 老子和你们同归于尽 四叔 死了 都死了 是我没用 作为李家少主 李家生死存亡之计 我竟然一点用都没有 身为李家人 死也要战死 诚哥 陈清武 大婚时你竟然都跑了 现在还来干什么 诚哥 我被家族困住了 好不容易才跑出来 我是来救你的 你来了也帮不了李家 你走吧 我要和李家共责我 诚哥 有一个办法可以救李家 什么办法 打开地藏 诚哥 你是下一任李家家主 李不复被人牵制 现在只有你可以打开地藏 只要你取出先帝一流之物 一定可以挽救李家 可是 你多犹豫一刻 你的亲人就多死几个 走 去地藏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大渊吗 据说里面有着无数魔头 甚至还有先帝亲自镇压的天魔 小心些 大渊深不见地 掉进去 必死无疑 这里就是收藏李先帝 从九天师帝得来的各种宝物的地藏吗 看间打开吧 我的意思是 如果能拿出几件先帝宝器 就可以拯救李家了 先帝宝藏我也是第一次打开 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 以我之险 照顾见金 地藏开启 开了 清武 做得不错啊 谁 这傻傻的还真是好骗 是的呢 大婚之日我都逃荒了 他竟然还相信我 傻得有些可爱了呢 陈清武 你骗我开启地藏 你和那些人 是一伙的 云天哥 解决了他 我们就是逃功 我会给你个全尸 作为开启地藏的感谢 混蛋 先进地藏 才有翻盘的机会 不自量力 哥哥 真清武 华云天 所有才与此事的人 无论经历多少轮回 我历史都会记住你们 哥哥 这小丫头怎么办 唯一先帝世家的血脉 可是十分珍贵的 留下他当血奴 慢慢抽离先帝血脉 万云山 你还我哥哥 你个贱丫头 混血后 看我不好好折磨你 时间到了 等了几百年 我们终于等来了出去的时机 今日日月一现 风公子带我们冲出大院 拜谢风公子 拜谢风公子 十万年一次的日月奇景来临 此时大院的屏障 作为伯爽 这是出去的唯一机会 你 确定要走吗 是紫衣姑娘 参见紫衣姑娘 参见紫衣姑娘 我当参见紫衣姑娘 参见紫衣姑娘 外界皆是虚幻过往 这里才是真实之地 何不留下 等待着红尘中 最大的成仙机缘 我必须要出去 这一天 我等了八年 如果 我非要让你留下呢 啊 好可怕 我从没有看到过紫衣姑娘 为她的最等性格 你们要死了吗 你不会的 你的任何意志 我都无法反抗 如果你想这样做 不会和我啰嗦 出去之后 帮我办酒劫事 一定 多谢紫衣姑娘 对我的再造职恩 滚吧 吓死我了 我刚才 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没命了 紫衣姑娘 从来都是一句话断生死 和封公司说这么多话 还真是看中公子呢 不 大渊之下 有十万邪魔 我为什么会带你们出去 你们应该清楚 紫衣姑娘说过 这大渊只有你一人可以带我们出去 公子放心 出去后一切遵公子令 一切遵公子令 如有违背 灰飞烟灭 这就是祖爱大渊通往人间的预兆了 与我开 这是密使天雷 公子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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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开 公子小心 不要阴扛雷尖 天雷虽然凶猛 但这几年 我在大渊受到的痛苦 更上他千万倍 岂是这雷尖能比的 什么狗屁雷尖 岂能阻我出去 开了 遗仗被破开了 公子厉害 这天雷要是劈在我们身上 早就灰飞烟灭了 出去 父亲 哥哥 李家的冤魂们 这是李家灭门的第八年 希儿很想念你们 希儿多想和你们一起走 但我要为你们报仇 为先帝世家陈渊赵雪 我们没有勾结玉外邪魔 那些人冤枉李家 他们 是为了瓜分李家 李小姐 别太过伤心了 你本来身体就弱 酷度了伤身 白霜姐 这些年要不是你的照顾 我可能早就死了 大恩不言先 你来的时候才五六岁 家族变故 亲人去世 肖像年纪还要成为血奴 我就算是混沌圣帝的弟子 也无法铁石心肠 如果有朝一世 我李家可以重振 我一定会报答你 我虽然不知这其中对错缘由 但面你们李家的 可是三仙门 六圣帝 十二宗的人 不算其他 但是我混沌圣帝 你们李家全盛时期就无法对付 更别说现在 不说了 免得又勾起你的伤心事 还是准备下吧 待会圣帝那边 又要来抽血了 这是 是哥哥的排位 哥哥的排位亮了 排双节 我哥哥还活着 这 汐儿 如果我没记错 李家少主李晨 当初是掉入了大渊之中 是掉入了大渊 但现在排位亮了 证明我哥哥还活着 汐儿 掉入大渊 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也许 师父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哥哥没有掉进去 汐儿 当年是圣子亲手把你哥哥打入大渊 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不管如何 我相信哥哥还活着 这些排位 都浸染了我的鲜血 先帝十佳血脉相连 这不会错的 希望如此吧 李晴儿 日子到了 过来冲血 行 一会儿就过去了 三个月没来 这小娘们 长得倒是越来越水平了 李晴兄 有想法 要不 趁点机会耍一下 李虎 圣子是让你过来抽血的 最好不要坏了规矩 还说 你一个受放之人也配救救我 我就会配救 你能怎么样 你抽血我不管 但你要做其他的 别怪我禀告圣子 我看你是找死 大叔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灵魂心灰 竟然达到了第一劲末季 我不是他的对手 我的对手啊 别怨事 四伏好我 雨后 我让你过得舒服点 畜生 你敢动汐儿 我不会放过你 你自身都难保 还敢威胁李师兄 李师兄 这白霜 本来就是胜病扁来死地 多次怀你好善 傻了算了 说了多不去 他不是一直阻止我动李汐儿吗 今天让他全程观看本公子的表演 李师兄 妙啊 睁大眼睛 给我看好了 灵魂 你真不把圣子放在眼里了 你不怕圣子责罚吗 责罚 笑话 圣子大婚将近 怎么会管这种小事 只要我定时给他送去 先帝后人的血液 圣子根本不会过问其他事情 你恐怕不知道吧 我表哥梁运生 已经升任混沌圣帝 在此地的分堂堂主 在这里 他一手折天 谁能动我李虎 难道今天真的躲不惯了吗 八年了 我终于从大院出来了 可我李家除了我 已经无人活着 公子 接下来去哪儿 自然是去一家一家清算 这是 李家血脉的气息 我既然感受到了 先帝血脉的气息 难道我李家族人 还有人活着 在那边 随我来 还有人活着 我是能肯定的 实现 汐离 你